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了 再次关掉了灯 忽然一个恶鬼从黑暗中扑向了他 花姐慌乱中再次打开了灯 鬼影消失了 难道是自己没休息好出现了幻觉 回到房间 花姐想吃块巧克力冷静冷静 但她嚼了两口后立刻就吐了出来 原来巧克力居然长驱了 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时灯突然熄灭 但胆大的花姐并不认为这是闹鬼 他认为是有人在故意捉弄自己 于是摸索着来到厨房 拿手电想找出这个家伙 谁知就在这时 鬼影就站在她的身后 花姐回头一看 一张溃烂的鬼脸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花姐吓得惊声尖叫了起来 画面一转 在这栋老房子旁边的一户人家也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黑姐正在熬制热巧克力 忽然那个鬼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将黑姐的脑袋一下子摁进了热巧克力中 黑姐被烫得皮肉分离 惨不忍睹 最后痛苦地倒在地上领了盒饭 同一个街区接连出现了两起闹鬼事件 并且含出了人命 此事很快就惊动了警方 同时受到惊吓的花姐赶紧请来了驱魔大师小帅 说这一切肯定是唐国女巫干的 请求小帅赶快前来降妖作鬼 说起这个小帅在当地可算是一个知名的网红 靠着直播驱魔作鬼过程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涛哥想咱也看了上千部的恐怖片了 驱魔的套路多少也是知道一些 要不涛哥也发展发展副业好了 好了 扯得有点远了 这小帅大家传闻的可神了 拥有阴阳眼 可以和鬼神进行交流 谁家老人托梦了 谁家坟头被盗了 谁家的苦灰盒位置摆放不正了 他都能测出来 这天小帅带着女友小美如约来到了花姐的家 此时花姐的老公辫子书带着儿子小强和女儿小花也都回到了家 辫子书是个知识分子 对神啊鬼啊一直持谨慎的态度 儿子小强年轻帅气 小花也很漂亮 但比哥哥要叛逆一些 好了 简单的了解了这家人后 我们来听花姐的讲述 花姐说这个传说中的唐国女巫本名叫娜娜 本来是他们家的保姆 因为喜欢随身带一些拐杖造型的唐国分给孩子们 而被称为唐国女巫 在十年前 这个娜娜因为虐待花姐家的孩子而被他们给解雇 自此就没了阴性 不过有传闻说这个娜娜死了以后 真的变成了女巫到处杀人 这次自己可以很确定的看到的就是她 听了花姐的话 小帅的内心是毫无波澜 这类怪力乱神的事她听多了 有鬼没鬼她心里最清楚 那些所谓的驱魔都是些小把戏加上心理学而已 不过有钱不振那是傻子 小帅就答应留下来观察几天 再给他们驱魔 当天的晚上 小强躺在浴缸里是一边泡澡 一边等女友珍珍的到来 谁知泡着泡着 浴缸里的水就变成了血红色 小强吓得赶紧逃出了卫生间 回头一看 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而另一边 小美来到了附近的码头调查唐国女巫的故事 一位住在邮轮上的船长婶告诉小美 花姐可不是什么好人 当年的娜娜就是被花姐给诬陷的 娜娜并没有虐待孩子 小美听了后 也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当天的晚上 船长婶正在做南瓜饼 忽然看到舱外闪过了一个人影 她赶忙出去查看 结果被之前出现过的女鬼 也就是唐国女巫 用饼胆砸倒在地 然后用锅盐一下下的刮掉了船长婶的皮肉 都快赶上了咱们古代的林池处死 为什么船长婶会遭此厄运 原来在十年前 娜娜被花姐赶出来后 曾经来到船长婶这里请求收留 船长婶本来是可以给她个活干 但她听说了娜娜虐待儿童的传闻后 担心影响不好 所以拒绝了她 而现在娜娜就是来报仇的 画面一转 此刻小帅正在花姐的家中举行驱魔仪式 所有的人都围坐在一起点燃蜡烛 口中念念有词 接着房间里一阵阴风吹过 唐国女巫现身了 小帅问她为什么要来这里作恶 唐国女巫看了一眼花姐 然后举起了唐国拐杖向着小帅砍去 在危急时刻 花姐发出了惊身尖叫 而这一叫唤醒了小帅 通灵也中断了 大家只好约定明天再接着进行 当天的晚上怪事继续发生 花姐在刷牙时 好几个牙齿无缘无故的脱落 接着镜子上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雪符号 而小强这边正在和珍珍不可描述的时候 忽然感觉背后一阵剧痛 接着就看到眼前的珍珍居然变成了唐国女巫的模样 吓得小强赶紧推开了珍珍 害得珍珍跌落到了床下 珍珍是生气的收拾行李离开了 然而唐国女巫居然连珍珍也不放过 刚一出门就把珍珍得勒死了 而小帅这边正在喜宿 忽然看到唐国女巫再次出现 他指了一个方向 那里是储藏室的位置 小帅意识到唐国女巫是在暗示什么 赶紧就叫上了小梅和小花来到了储藏室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十年前小强写给娜娜的情书 我去这小强的口味可是真重啊 原来当年刚进入青春期的小强 对娜娜这个成熟女性是非常的渴望 偷看人家洗澡就不说了 还写了一些肉麻的情书 娜娜看了当然是不同意 不料这个小强小小的年纪内心极其腹黑 他见勾引不成居然和花姐告状 无限娜娜勾引自己虐待自己 而花姐这边也是慈母多败儿 毫无原则的相信小强 他跑到了小镇上到处散布谣言 说娜娜虐待孩子 还说他用拐杖糖果引诱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虐待他们 小镇被搞得是人心惶惶 光是这样还不够 在和娜娜发生争吵时 花姐竟然打死了娜娜 然后将她埋到了后院 对外则宣布娜娜被赶走了 好了真相揭晓了 接下来就到了糖果女巫复仇的时刻 那手段真是极富创意 先说小强 他被捆绑了手脚 然后用糖果拐杖一层层的刮掉了皮肉 最后把小弟弟也给拉掉了 接着又是花姐 花姐这边刚看到小强血肉模糊的尸体 正痛哭流涕时 被糖果女巫拉开了肚皮 掏出了肠子 然后里面塞满了糖果 再用针线细细的粉了起来 好了 接下来该辫子输了 她被绑在了椅子上挖掉了一颗眼珠子 正要被挖掉第二颗时 糖果女巫突然倒在了地上 冒起了黑烟 接着化成了一堆灰 原来小帅小美小花 找到了娜娜的埋尸体 将她给挖了出来 一把火给烧了 糖果女巫就那么消失了 不过好在大仇已爆 至于辫子输 那就是个糊涂蛋 当初也没参与这事 顶多就是个管教不严的罪过 挖掉一只眼 已经是很严重的惩罚了 故事到此结束 一部中规中矩的片子 好在够血腥够暴力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大家可以作为下半片 看一看也很不错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